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要对抗H1N1 我们就要认识H1N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型的流感病毒 一般来讲的话 患者得了这个病不会太严重 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就会自然的痊愈 可是当你发现自己头痛 肌肉酸痛 疲倦 而且温度高过了38度C 记住了 赶快戴上口罩去找医师 还有千万不要在药房里头买成药 克流感的药 这样子有抗药性 而且会引起副作用 记住了 我们多一分准备 我们就少一分惊慌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